嗨,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继续学习Codator 这一课我们来构建一个持久存储站 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学习目标 首先我们给大家分析一下Codator 它的工程当中自动生成的代码 也给大家加持一下我们上节课的一些概念 第二个目标的话就是说我们手动通过代码来构建持久存储站 好的 我们打开我们准备好的demo 我们给大家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个我们的工程当中使用Codator 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假设我们新建一个工程的话 我们整理学习 其实很简单啊 我们只需要在我们这个这里啊 把这个UseCodator的这个勾给打上就OK了啊 那么当我们把这个勾打上之后呢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使用Codator的这样一个项目啊 那么并且我们的这个 这个XCod啊 就会帮助我们写好一些代码 做好一些基本的设置 我给大家简单的分析一下 首先是我们这个 这样一个以项目的名称命名的这样一个文件 这是什么文件呢 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模型文件啊 通过这个模型文件啊 我们是可以建立在这里设置我们的实体的啊 建立我们的模型的 那么这部分对应什么啊 这个文件的话实际上 就表示说我们的这个 托管对象模型的一个 一个可编辑的一个状态啊 一个表示 大家可以看见 我们在这里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来设置实体啊 假设说我们添加一个实体 我们点这个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这里我们可以给实体命名 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实体啊 然后实体的组成 这是我们的属性 我们可以点加号啊 来添加我们的属性 指定它的名称 然后呢我们这里选择它的类型啊 这里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来进行这个 我们可以设置 基本类型我就不讲了 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 Binary Data 这项的话我们是可以利用来存储我们的图片数据的 假设我们指定一下 然后呢 关于这项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编辑它的状态的 比如说啊 我给大家先 我们先选中这项 来 看一下吧 因为图片数据的话 它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我们每次都把它加载到内存当中来的话 嗯 我们的这个性能是有份影响了对吧 那么 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怎样怎么办呢 我们是可以把这个Gue给打上了 这个Gue给打上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我们可以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当中存这个URI 我们的这个图片的这个路径 URI 然后当我们加载这个图片的时候 由系统来帮助我们做判断 是我们 呃 只加载它的这个URI 还是说加载我们的图片数据 好的 这是第一项啊 然后呢 我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 就是说 关于我们的这个 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用来做什么 这个属性的话 大家想一下 除了我们的基本数据类型用 我们还有我们的一些 程序中还有一些对象 对吧 对这些对象 我们能否存到我们的Cordata的实体里边呢 同样是可以的啊 我们只需要我们只需要我们的对象 呃 通过了编码之后 我们是可以就可以存住到我们的这个实体里边的 好的 这就是我们的属性 这里是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TQ属性 这些的话 我就不给大家一一隐私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 我们看了这个啊 我们看了我们的这样一个 这个模型文件里面的一些东西之后 我们来分析一下 嗯 查课的帮助我们生成的一些大脑啊 在这里边 首先我们可以看见 它是导入这个Cordata的这个框架啊 然后我们从什么地方来开始看呢 我们从这里 卡 我们找这个 上下文 好的 在这个AppDelegate里边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它是呃 做哪些事情呢 这里 声声明了一个延迟加载的这样一个 一个存储属性 对吧 这是我们的一个币包的 的一个快的一个写法 最后的话 它执行一下这个币包的这样一个快的话 或者是我们叫利米函数吧 它执行这个利米函数的话 它其实是 主要我们看的还是说这个返回对象啊 这对这样一个托管对象上下文 它是个延迟加载的一个存储属性 我们来读一下它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 是获得这个 我们的这样一个持久化存储助助理 然后呢 通过这样一个方法啊 生成我们的这样一个上下文 当然这里面是可以指定它的类型的 这个表示是我在我们的这个主线层啊 主线层里面使用这个上下文 然后再指定它的这个助理 为我们的这样一个存储 为我们的这样一个指定 这样一个持久化的存储助理啊 然后就OK了 很简单 那么到这里啊 我们就知道了如何来获取一个上下文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样一个助理是怎样来生成的吗 好的 这里同样是一个延迟加载的一个一个存储属性啊 好的 我们还是来读一下它的代码吧 看它是怎样做的吧 首先是这里 首先我们我们是建立了一个一个什么呢 通过这个方格的方法啊 这个函数我们来构造一个我们这样一个助理的实力 这里面有一个参数啊 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这个参数就是我们的托管的对象模型 好的 这里待会我们再来看托管对象模型是什么样的吧 我们先把这里的代码给读完 这里我们是获得了我们的这个 大家可以看见 这个这里的话就是指我们的Documents的这个目录啊 然后 在后面追加了一个路径 对吧 我们在后面追加了这样一个路径啊 好的 接下来的话 是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大家可以看见 这里边啊 这个函数应该会抛出异常 所以说在这里加了一个不获异常的质量一个代码块啊 我们读这里边就可以了 这里边的话 我们是给我们的这个助理添加了一个词句话的存储 指定它的类型是siclet类型的 然后配配置信息和这个相互的一些选项设置 我们把指定为利用 然后呢 这个UIL的话 把它指定为我们上边构建的这样一个路径 对吧 好的 然后最后是返回我们的助理啊 这样的话就就构建好了 我们的这样一个直线化存储的助理 然后在这里的话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它是怎样写的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Documents它是怎样写的吧 它是通过这个获得这个FileManager的这个实力 然后调用这个方法来获得的 对吧 这里呢 也就是说 当然这里给我们大家提供了另外一种 来获取Documents目录的一个方法 当然它这里是一个URL 然后大家可以看见这里有追加一个路径 对吧 除了我们这个拼字符串之外 我们也可以这样写啊 调用这样的相关的方法来获得 来追加我们的这样一个路径 好的 这里的话 我们给大家分析了这个持续化存储助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吧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Tocad对象模型吧 Tocad对象模型同样是一个延迟加载的存储属性 在这里呢 它是怎样做到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这我们的这样一个MadeBundle 就是我们的组的数 在这个数里边呢 我们调用这样一个方法来获得它的URL 大家可以看见啊 实际上这句话的话 是这个URL的话 其实指向的资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文件啊 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呃 以我们的工程名命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模型文件 拓展名有点不一样啊 大家可以看见 实际上当我们的这个文件它编译之后啊 它实际上是以我们的这样一种MOMD这样一个呃 一个扩展啊 一个后缀名结尾的这样一个文件啊 它是会转换这样一个一个名称的 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把这个URL 把这个资源的这个模型文件的URL给拿到啊 然后我们再调用一下它的构造方法 指明它的URL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都做了财包的啊 都做了一个呃 强制的财包这样一个操作 好的 目前为止呢 我们就通过啊 嗯 我们从从置顶向向下啊 置顶向上啊 就把我们的这个这个系统为我们生成的代码给大家解读了一遍啊 那么呃 大家想一下啊 当我们其实上当我们去操作使用Quadator时 我们是用的这个context啊 我们用context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会 就会去构建这样一个实力 构建这个实力的过程当中 然后就会 置顶向上啊 去构建它所需要的每一个部分啊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解读了这个系统生成的代码之后呢 我们再看一下它做了其他什么事情嘛 在这样一个这个函数里边啊 这是一个回调的一个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边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事实上是当我们的应用程序将将要终止的时候会调用这样一个方法啊 在这里我们调用了一个保存context这样一个操作 嗯 调用这样一个方法啊 进行了这样一个操作 我们点一下看一下它做了什么事情嘛 这里面检查一下我们的上下文是否有改变 如果有改变的话 我们试着去做一个保存的操作啊 这里我们怎样理解呢 事实上 嗯 我们知道啊 怎样呢 我们的改变是存在于内存当中的 是存在于我们的内存当中的 如果说我们是需要把我们的改变同步到我们的数据仓库当中 我们是需要手动去保存的啊 我们需要手动的保存啊 这样的话才会真正的写入到我们的 数据仓库当中 好的 到这里的话 我就给大家分析了我们这个系统自动的生成工程啊 它做的了做了些事情啊 就是说它是怎样 呃 这个是存在它是怎样的一个呃 勾建起来的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如何在一个已经存在的工程当中啊 来添加CodeData 我们只要呢 手动的勾进我们这个存储站啊 这里我也是新建了这样一个工程啊 那么我们来看下吧 这里我罗列了三个步骤啊 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步骤 假设这已经是我们存在的一个工程 我们如果要加入CodeData的话 使用第一步我们需要建立模型文件 在这里啊 我们建立了一个模型的文件 那这个模型文件我们怎样建立呢 我们很简单啊 我们点这个File6 然后点File 这里的话 我们选这个 我们选CodeData 这里有一个DataModel 然后我们点下一步新建就可以了啊 很简单 这是第一步 然后呢 我们来建立我们的这个CodeDataStack 这里我们新建了一个叫CodeDataStack的这样一个类啊 我们来看一下吧 我们看他做了哪些事情 首先我们导入CodeData的框架 然后这是我们下面的代码啊 我们先来给大家一一的分析一下 这个类里面我们生命了四个 四个属性啊 这是长量属性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见 呃什么呢 其实上我们一般这样写啊 长量应该是怎样呢 就是说被复制一次啊 那为什么我们没复制 这里没报错呢 是这样的 像这些长量的话 我们呃 只要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初始化方法之前啊 初始化方法之前 就是以及他这个初始化方法里边把它复制了 都不会报错的 好的 这是什么呢 这代表 这代表我们的这样一个 我们的上下文 通管对象的上下文 这就是代表我们的持久化的存储助理啊 这这表示我们的通管对象模型 最后一个是表示我们的持久化存储助 好的 然后接下来我构造了一个单例啊 这个单例我们是怎样写的呢 我们给 我给大家简单的解释一下吧 这里我们是一个类方法 直接返回我们这个instance的实力 然后呢 在这里我把声明私有的啊 是防止外部进行呃 直接的调用我们的这个instance的实力 这里我们就采用了这个单列的一句话写法来构建完成啊 最后的话 这是我们的初始化方法 这里边就是说我们构建那个存储账的这样一个过程啊 这里我给大家呃简单的我们来读一下吧 首先第一步 我们构建托管对象模型 我们获得我们的这个bundle的实力 然后在这里我们获得我们的url 就是我们这个模型文件 它的一个url啊 然后我们来构建我们的托管对象模型 很简单啊 也是很直观 在构建我们的模型之后呢 我们再来构建我们的直觉化的存储助理 我们调这样的方法啊 在这个助理里边我们是需要指定它的模型的啊 好的 然后我们来构建托管对象上下文 并且我们将我们的助理连接到我们的上下文啊 在这里我们先创建我们的上下文 指定在主线程当中啊 进行使用 然后我们把它的实际化存储助理 指定为我们上面这里啊 构建的这样一个实力 最后的话 我们是需要构建我们的实际化存储的啊 这里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实际上做的啊 大家可以简单读一下 我们先获得我们的Majer FileMajer 然后的话 我们获得 获得我们的这个 Documents的目录啊 最后的话 在这里啊 我们是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追加一个路径 假设我们就叫test吧 我们就追加这样一个路径啊 通过这样一个 步骤呢 我们就把我们的这样一个 我们的这个路径给构建出来了啊 这下面的话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在接下来我们为我们的 其实我们是不需要啊 手动的去做我们的这个实际化存储的创建的 我们只需要对我们为我们的助理添加一个我们的这样一个持续化存储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只定为类型为为我们的Sicklight 然后配置我们 我们设置为Near 还有我们的这样一个选项信息 并且我们把URL就是我们这个地址 指定为我们上面勾建的这样一个路径就可以了 很简单 通过这这上面代码的话 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持续化存储给勾建出来了 最后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写了一个保存方法啊 同样跟我们系统部分的保存方法 基本上是一样的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做解释了 好了 通过上面这种形式啊 我们就手动给大家做好了这样一个coded stack 那么我们最后再看一下我们再来做一些基本的设置吧 比如说我们想我们在程序 在我们的程序里边中止的时候 我们把数据给保存一下 那怎么办呢 我们就先获得我们的这样一个stack的实力 然后我们调save保存方法就可以了 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里的话 我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思路啊 我们构建coded的一种stack的一种方法 那么还有没有另外的方式啊 肯定是有的啊 如果是大家感觉麻烦的话 很简单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我们系统构建的这些方法啊 给copy到我们的工程当中 这样也是可以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啊 好的 这一刻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